G203的飞安事故在海外华人最密集的洛杉矶地区 同样也是人心惶惶 在暑假旺季这个时候 一般民众在担心之余 除了会更加胜选航空公司之外 既定行程基本上不会改变 接连出事的马航 暴风雨中坠毁的复兴航空 阿尔及利亚航空的失联 令人揪心的坏消息 一波波的传来 但是繁忙的洛杉矶国际机场 各航空公司的柜台和进出的旅客 依然忙碌 在这个时候飞安事故平传的时刻 你要在旅行的话 你会有什么新的做法吗 以前可能会照票价最低的来做选择 那现在的话会特别去查 这个航空公司的记录 或者是以安全为考量 然后再去选择 就是所要坐的飞机这样 在选择的时候主要是一 第一是时间的方便 第二还是价钱的问题来考量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应该不会经常发生的了 说上一些网站上 看一些人家的评论 这样子 然后根据 还有就是问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 就是更加有经验的一些朋友 然后呢 去根据他们的一些说法 去挑选航空公司 或者是选择一个 就是也要看天气这样子 民众也都认为 害怕归害怕 除非有重大的必要 此刻如果有既定的行程 不会刻意延迟或是取消 旅游业者也表示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异常 不过对于近来 有战争纷扰的地区 有人会选择避开 Avery表示 这时候搭飞机 心里当然会毛毛的 航空公司的记录 和整体形象 在消费者的选择上 重要性就会格外的突出 他也坦诚 短期的影响会有 但是常态的旅游需求 是不会改变的 动人新闻 范水文彭迪 洛杉矶的采访